一旦因为媒体爆料才浮出台面的黑心食品问题 包括了前年的塑化剂事件 到最近的毒淀粉事件都凸显了食品安全有疑虑 萧继会认为卫生署的食品药物管理局没有积极把关 下午到监察院去陈勤要追查人为疏失 卫生署食药局5月13号公布 掺杂毒淀粉的粉圆黑轮等厂商名单 并且要求下架 但萧继会质疑 食药局3月就接获民众检举 而成家便利商店也在4月26号主动送宴黑轮 随后4月30号下架 但食药局却拖到了5月才公布消息 来到监察院外 召集会董事长带着陈勤信 质疑食药局行政怠惰把关不积极 做法期开始到现在我们一再呼吁的 第一个食品履历制度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看到要建立 那么这个事件之后才说我们要开始着手做 去年开始我们也呼吁说 应该将食官法里面相关的罚则要加重 那么也不修法 进入监察院和监察委员面对面陈勤 监察委员表示会好好彻查 是不是有怠惰 我们觉得监察院从外控机制 会进一步的来调查厘清 食药局则表示当时接获通报后 就开始寻现追汽源头制造商和原料证据并无怠惰 市售产品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寻现去追踪它的制造跟原料供应商 所以这次确实是有花一点点时间 追汽源头的脚步跟不上黑心食品吞下肚的速度 食药局也承诺日后遇到相同的情况会更加积极查验为民众的健康把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